近日,一张肖战抱小孩的照片在网上疯传,引发网友热议。 照片中,肖战穿着灰色T恤,外搭黑色衬衣,坐在沙发上,怀里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。 肖战一手托着婴儿的腿,一手扶着婴儿的后背,虽然不是奶爸,但是抱着小婴儿已经像模像样了。 婴儿安静地趴在肖战的怀中,画面十分温馨,有网友猜测,这个小孩是肖战的,怀疑肖战隐婚生子。 随后又有网友爆料,肖战的女朋友是经纪人张晶,二人曾多次被拍到穿同款,而肖战近年走红,也有经纪人的功劳。 张晶对肖战照顾有加,难免会日久生情,对此,肖战方第一时间出来打假,表明两人只是工作关系。 恋情传闻纯粹是空穴来风,7月26日,肖战方打假小峰队再次发文,否认肖战隐婚生子传闻,并表示,一人在谈恋爱,假,一人隐婚生子,假。 肖战能够这么温柔地抱着小孩,相信以后肯定也是位好爸爸。 不过,肖战目前事业正处于上升期,只专注于工作,还无暇顾及个人私事。 据悉,肖战自陈情令大火以后,人气飙升,其精致的五官,精湛的演技,捕获了万千少女的芳心。 肖战可以称之为当前颜值最高的男艺人,想遇海内外,且肖战是流量明星,有很多的女流粉。 不过,肖战作为这么受欢迎的男艺人,他如果官宣恋情,肯定会有很多人脱粉。 毕竟喜欢肖战的人那么多,都是奔着他的颜值来的。 如果肖战官宣恋情,你会脱粉吗?